看来韩剧还是拍得太保守了 我们中国的顶级老钱 一个家族就能串起半部民国史 照片中这个外形高大气质儒雅的老者 名叫唐刘谦 美极法语 今年已经86岁高龄 如果你以为他只是个帅气的老爷爷 那就错了 他可是货真价实的富21代 一般人介绍唐这个姓 会用广口唐一语代果 而唐刘谦可以特别凡尔赛的介绍 他来自无锡唐家的唐 无锡唐家最早可以追溯到 明朝兵部侍郎唐金川 他被封为第七世抗窝名将 唐宋八大家的称号 便是由他创理并敲顶 可见其权威信 唐家后人大多经商富甲一方 而且每一代都会出现一位纺织大王 比如唐刘谦的父亲唐炳元 唐炳元是个超级大学霸 先考入清华 后又去了麻省理工进修纺织工程 学成归来后带领家族做大做强 将国内纺织业扩张到极致后 唐炳元也没闲着 转头来香港创办了南海沙场 早在70年代 南海沙场总资产就已经高达8468万港元 70年代的8000万是什么概念啊 家人们毫不夸张的说 唐刘谦那是含着钻石出生的天选宠儿 父辈关系往如此庞大 母辈这边也不容小觑 唐刘谦外公温炳中 晚清第二批吕美幼童 回国后任清平官员 是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僚 到了民国时期 又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 当年温炳中在美国结识了好友宋家树 两人始终保持密切联系 看到好兄弟感情上没有着落 温炳中便当起了媒人 将他和自己小余夫尼贵珍给撮合到了一起 在后来宋家树和尼贵珍生下了三个女儿 分别是宋矮玲 宋庆玲 宋美玲 换句话说 唐刘谦外公是宋氏三姐妹的亲姨夫 而唐刘谦的喊宋氏三姐妹姨妈 当然了 唐刘谦自己也很争气 在哈佛取得硕士学位后 来到华尔街 创建了一家名为RECTAM的投资公司 后来这家公司成为了全美首个上市的私募基金 而他也因此有了美国货币基金支付的称号 事业方面很成功 婚姻方面也很哇塞 由于从小就爱去邻居 严佑运阿姨家串门 串着串着就将人女儿串到了自家户口本上 是的你没听错 唐刘谦岳母就是复旦大学校花严佑运 而他的岳父则是中国第一外交官顾维军 我真的直呼就命 这关系往着人脉 小说都编不出来的炸裂程度吧 原来自身足够强大的话 即使嫁给大好几轮的富豪丈夫 也能免去世俗的偏见 照片中这对看似妇女实则爱人关系的夫妻俩 是公认的先贺CP唐刘谦和徐新梅 2013年74岁的唐刘谦和41岁的徐新梅走入婚姻殿堂 虽然两人相差了整整33岁 外界却只有祝福没有嘲讽 因为这俩简直就是知性恋的天堂 唐刘谦先后就读于菲利普斯学院 耶鲁大学和哈佛商学院 早在70年代 唐刘谦就已经平实力在华尔街站稳脚跟 人送外号美国货币基金支付 不光涉足金融行业 唐刘谦还收购了露营地连锁机构扣 机构旗下共有500多个营地 是全美最为顶尖的露营巨头连锁机构 财富 地位 权力那都是杠杠的 在认识徐新梅之前 唐刘谦有过一段长达32年的婚姻 对方是她的青梅竹马 上海滩最后一位大小姐 严幼运的女儿杨喜恩 两人感情非常好 奈何红颜薄命 1992年杨喜恩因病去世 失去发期的第11年 唐刘谦认识了小自己33岁的徐新梅 两人于2013年正式领证结婚 年龄差距之大 似乎已经能够想象到网友的冷嘲热讽 但这一幕并没有发生 一方面徐新梅的身家背景 实在和拜金两字扯不上关系 徐新梅的徐是明朝徐光启的徐 她的父辈是这位明代大科学家的后人 而她的母亲则是铁齿铜牙季晓兰的后代 另一方面 她本人的实力强到吓人 徐新梅博士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从事中国古代艺术研究 她不光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与剑桥大学 梅龙基金会和李约瑟研究所担任研究学者 还出版了相应的学术专著 不图钱不图名 他俩能走到一起 如果不是因为爱情 还能为了啥啊 真的破防了 顶级老前家族捐款都是以异为单位的吗 2021年受口罩原因影响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被迫开启多轮裁员 就连博物馆高层都默认这次要凉凉了 没想到在这个危难关头 他们收到了一笔高达1.25亿美元的捐款 这也是大都会艺术馆建立151年来 收到后最大一笔捐赠 1.25亿美元啥概念啊 谁家好人能一次性拿出这么多现金啊 嗯 了解完捐赠者的背景后 我顿悟了 捐赠者唐刘谦 超级富恩贷 明代祖先唐金川开创了唐宋八大家之说 外公是民国外交部次长温炳中 父亲是纺织大王唐炳元 姨妈是宋十三姐妹 岳父是中国第一外交官顾为君 唐刘谦没有守着家族资本啃老 而是靠实力在华尔街杀出一条血路 成为货币基金风向标 步入老年后 唐刘谦不再全心专注于事业 而是将更多的时间放在慈善上 2014年 唐刘谦在耶鲁建筑学院设立了唐氏家族奖学金基金 为华人学生保驾护航 2017年 唐刘谦打包20副拍卖所来的中国画 捐赠给大都会博物馆 其中就包括那副被称为中国版蒙娜丽莎的戏案图 在他看来 中国文化的魅力应该被更多的国际有人所看到 2023年 唐刘谦向纽约爱与乐团捐款4000万美元 这是乐团成立181年以来最大一笔捐赠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目前 唐刘谦累计捐赠金额超过2亿美元 被问到为什么热衷捐款 唐刘谦先是聊到取之社会回馈社会的家规 然后又说到了自己的私信 你认为这些中国人的资产业努力 会帮助我们在美国的集团的影响吗 我真的相信 这是一种原因 我做这个 咱就是说 这格局 活该他有钱啊